往上看,最上面就有一个眼睛 看到没有 这个眼睛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之眼 也叫权势之眼 这个的来源是来自于古埃及的赫鲁斯之眼 大家好,我是妮可感兴K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关于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谜的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打开小铃铛 咱当 以后有精彩影片就不会再错过了 那我们开始正片吧 当今世上有两个非常神秘的组织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的都有听说过 就是光明会和共济会 但是很多人对这两个会分不清楚 以为是一回事 但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分不清呢 可能是因为这两个组织 他们招收的会员比较类似 他们都只招地球上最精英的顶尖的人才 像各界的名人 富豪 还有政治家 那大家应该听出来了 想进这个组织 其实没那么容易 也正是因为会员招收的指向性一致 所以产生了类似于交叉感染 互相渗透 产生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有时候分不清这两个组织 也情有可能 那么问题又来了 那这两个组织招收这么多社会精英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 总不会是要做慈善吧 我跟大家说 说直白一点 这两个组织 他们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 但是共济会的新世界 和光明会的新世界 是两个不同的新世界 这两个组织 他们的宗旨和意志 包括行为手段 也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就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听 你最想听的 共济会吧 共济会 共济会是这样的 共济会的宗旨是 博爱 自由 慈善 提升个人精神内在 促进人类社会完善 那这样听起来 这个东西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像不像我之前 伊德法则里提到的 维度提升 三维到四维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说伊德法则的时候 提升维度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想过 那怎么可能 这样一个大工程 让大家自己胡乱着玩呢 没有一个组织 没有一个领导 那不可能的 所以呢 共济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也正是因为如此啊 所以共济会的形式 相对温和比较柔 不易被人察觉 所以名声呢 也没有光明会那么大 所以知道的人啊 也没有光明会多 光明会呢 它跟共济会就不一样了 它是继承了撒旦恶魔的意志 通过非常强硬的手段 来建立新世界秩序 那至于什么样的手段 那为什么信奉撒旦 这个K哥就不方便说了 这个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搜一下 有很多资料的 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个 初步印象了 所以用大白话说的话 就是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坏的 那你想听哪个 我想听好软眼镜 最近坏消失太多 这个共济会呢 英文叫Frey Mason 最早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 也就是距离现在有6000年了 那这个时间点呢 就非常巧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的地球边年史系列啊 就刚好跟这个地球边年史里面的 这个苏梅尔文明就对上了 他们也是公元前6000年啊 Mason是工匠的意思 那这群工匠呢 传说中啊 就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 他们通晓天文地理 宇宙的奥秘 所以呢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马上 约远反应过来了 这不就是旧约圣经 和地球边年史里面 写的那个 建造古巴比伦的 巴别塔的那群工匠吗 对 没错 就是他们 那旧约圣经里 创世纪第11章 就有很详细的描述啊 我大概跟大家解读一下啊 他们说来吧 这个他们呢 指的就是 我刚刚说这些工匠啊 咱们建一座城 建一个塔 塔顶通天 这个就是著名的通天塔 当时的耶和华降临啊 他要看看世人 要建什么城 建什么塔 那耶和华就说呢 看啊 他们成为了一样的人 他们说着一样的语言 从此以后呢 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没有做不到的了 派了他的仆人啊 下去说 辩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啊 耶和华 把人类啊 分散在世界各地 然后呢 搅乱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就因为耶和华 他变乱了人们的口音啊 使众人分散在世界各地 所以呢 这个城和这个塔 就叫八别 八别就是变乱 所以大家应该 现在能懂了 就是为什么 世界各地的人啊 各种不同肤色 不同人种 不同种族的人 但是流传着 相似的神话故事 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为什么 大家说的语言 又不是一套 大家应该懂了 其实我们的语言之间 是有共通性的 虽然被扰乱了 但其实内在 还有一些联系 这个共济会最开始成员呢 其实就是这群识将啊 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以后 他们继承了谁的意志呢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啊 这是共济会的标志 上面一个圆规 下面一个方齿 中间是一个大写的字母记 看到没有 圆规和方齿 大家想到什么 女娃跟福西吗 对对对 女娃福西就是一个拿规 一个拿矩啊 就是规矩啊 所以这个共济会 也叫规矩会啊 那中间这个G代表着谁呢 这个G就是God 就是上帝 神 是这样一个标志 这群工匠被分开以后 继承了谁的意志 福西女娃啊 东方管叫福西女娃 西方不这么叫 是同一伙啊 就是叫法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人想进共济会啊 共济会是会员制啊 是可以进的 但是要求很严 第一个啊 共济会只招收男性 你K嫂就被排除在外了 只招男性 第二个啊 如会标准第二个 必须是有神论者 你要不信神 你没办法 第三个 就是必须有两个共济会的会员 推荐你 你不能外来的 大家不认识你 你也进不来 共济会的会员呢 这个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最初级的学徒 一直到最高级的33级 按资排位一样的这样 那一级和二级啊 就是这个学徒和技工呢 他们是非正式会员 等你到了三级以后啊 你就转正了 那这个共济会呢 就会给你发一个证书 类似毕业证一样的东西啊 就证明你现在是我正式会员了 三级过后 得了一个证书 长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贴个图啊 往上看啊 最上面这有一个眼睛 看到没有 这个眼睛呢 就是传说中的上帝之眼 也叫权势之眼 这个的来源呢 是来自于古埃及的赫鲁斯之眼 再往下看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本圣经 圣经上面放了一原规一方尺啊 我们说的那个福西女娲的那规矩啊 大家往左右两边看啊 分别有两根柱子 看到没有 这个两根柱子上面啊 也分别有这个圆规和方尺 看到没有 那在柱子上面呢 左边这个柱子上面挂了个地球 右边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懂啊 一个蓝色的 这什么星球呢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这个就是天狼星啊 福西女娲来自这儿啊 把自己家乡挂在这儿 大家再往下看啊 底下有个G 然后发着光啊 这个G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攻击会的标志中间那个字母啊 就是神啊 下面呢有一男一女 两个神啊 这两个神是神 很多人都猜出来了 这不就是咱们东方人口中的福西女娲吗 所以现在的攻击会里啊 已经没有实价了 全部都是社会精英 截止到今天位置呢 差不多有600万的会员 仅仅美国境内呢 就将近有200万的会员 那全部都是各界的名人啊 富豪 包括政治家 那我举几个简单的名人 大家就知道了 像孟德斯丘 雨果 哥德 富尔泰 莫扎特 卢梭 马克吐温 福特 迪士尼 富兰克林和爱迪生 等等等等等等 有两个华人呢 也在其中啊 第一个是蒋经国先生 第二个是李嘉诚先生 这两个也是共击会的 说到共击会里的政治人物呢 就不得不提 美国的开国元勋 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 富兰克林了 他们两个也是共击会成员 华盛顿呢 还有一个故事啊 在1793年9月18号的时候 乔治华盛顿 穿戴全套的共击会会章和礼袍 为美国国会大厦 主持了奠基仪式 那以共击会的会议礼仪呢 安放了奠基石 那这个就坐实了 他是共击会的成员 那时至今日呢 有44位美国总统当中 14位都是共击会成员 这是已知的 那根据1959年的资料呢 当年就是1959年那一年 美国联邦政府 9个最高法院大法官里面 有5个是共击会成员 那49席的州长里面 有29个是共击会的 那为什么是49个呢 是因为当时1949年的时候 这个夏威夷还不在其中啊 而且呢 1959年的时候 有超过一半的国会议员 都是美国共击会的 所以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这个共击会啊 基本上掌控了这个世界 掌控了美国 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这个世间万物是变化的 共击会建国 但并不代表共击会 现在还拥有这样的权子 所以就是过去不代表现在啊 这个共击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多大作用了 这个西方近代史啊 几乎所有的大事件 多多少少都和共击会有关 从法国革命到美国独立 从俄国革命到以色列复国 边边角角到处都是共击会的影子 其中我说几个著名的共击会成员 再说一个历史事件 大家就懂了 有三个人我不得不提啊 第一个是温斯顿丘吉尔 第二个是弗兰克林罗斯福 第三个是道格拉斯麦克拉瑟 这三个人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那希特勒呢 是光明会中的一员 所以大家是不是恍人大悟了 共击会和光明会 所以我说共击会是相对来说更光明的一个 反而叫光明会的那个呢 会黑暗一些 大家手头有没有一美元 如果有的话可以打开看一下 正面没有什么问题啊 正面是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 因为华盛顿这个背面问题比较大 背面问题出在哪呢 大家看一下左边 左边有一个金字塔 看到没有 上面有发光 上面是一个三角形 里面是个眼睛在发光 对 这个为什么诡异呢 因为这个美金啊 顶上出现金字塔 就特别不合理 为啥呢 给你举个例子 就好比人民币上 突然出现了日本的富士山 日元上出现了法国的埃弗尔铁塔 这就不合理啊 那为什么还是偏偏是古埃及呢 这就更不合理了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个金字塔尖没有完成 所以这个顶上的尖啊 上去还差13节啊 有一个三角形里面是个眼睛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上帝之眼 也叫全世之眼 它的来源就是古埃及的赫鲁斯之眼 刚好又跟埃及联系上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眼睛上面 有一串的字母 看到没 这是用拉丁文不是写的英文 这个拉丁文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 这个拉丁文翻译过来是上帝赐予我们一切 这个金字塔下面还有一串拉丁文 这串拉丁文翻译过来是新世界秩序 金字塔底部还有一串罗马数字 这个翻译过来是1776啊 1776年刚好美国建国啊 而且呢 这个1776年啊 也刚好是光明会建会的那天 金字塔是个正三角形 再把它反三角形过来以后呢 刚好得一六芒星 看到吗 这六芒星的六个点啊 刚好指出了几个字母 刚好就是Mason 这个Mason就是攻击会的缩写 而且在这个美元上面有全市之眼啊 金字塔这些就特别不正常 大家觉得是巧合吗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像全市之眼啊 我刚才提到的新世界秩序啊 这些 包括我刚才最后提到的Mason 那到底是共济会还是光明会啊 之前呢 K哥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这个共济会在美国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那大家以为光明会就没有力量吗 不要小看了光明会 光明会更厉害啊 科比呢也是共济会的一员啊 科比呢 一直都是K哥的精神支柱啊 英雄会倒下 但是传奇永远不会死 香港特带華里还有什么 肯 musste说 梅芬 中国特带谷 我不知道 做出了